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看看这个程序吗 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把它 安装到机器人上 让我看看 娜娜 你把程序写错了 修改这个程序 可是一件很花时间的事情呢 我明明是根据课本写的呀 你肯定是少看了一些步骤 这样吧 我试试安装我的程序 说不定能用上 快教我 快教我 成功了 同学们 大家好 阿泽 是新老师 是 同学们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苏菲 是你们机器人课的新老师 我已经看过大家的学生报告 如果没记错的话 阿泽 你好像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 谢谢你 苏菲老师 机器人课是我最喜欢的科目 那你肯定喜欢接下来的课程 好吧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请大家打开课题 哎呀 历史课 同学们 科学家 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么多新科技 就是因为非常熟悉科技的历史 你们知道吗 第一台电脑比一辆汽车还大 经过不断改良 电脑变得越来越轻巧 最后形成现在的手机 这个过程并不是三天两头的事 而是经过漫长的努力 好 同学们 问答时间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第一台电脑是哪一年诞生的 发生什么事了 阿泽 阿泽同学 你在看什么有趣的视频呢 经济机器人可不会帮你回答问题哦 对不起 苏菲老师 不过你怎么知道 我在看经济机器人的视频呢 阿泽 我对我的学生可是非常了解的 是吗 嘿 我有个好主意 不如你来向大家示范 怎么编写程序 可以吗 阿泽 我 好吧 我试试看 好了 阿泽 你试试把程序编写到遥控飞行器上 好 好的 这甲机器好旧哦 有问题吗 没 没 没问题 苏菲老师 这是 旧型的飞行器 苏菲老师我不太熟悉 你应该把系统转换到单元数码设定 哦 好的 毅力程序 这是过时的程序啊 这么说 阿泽你不会编写毅力程序吗 我不会 苏菲老师 对不起 你怎么做到的 你会编写毅力程序吗 不 我只是编写了一个超智能的编程转换程序 它能够在不同的系统里自动转换编程 并且处理任何指令 这太厉害了 苏菲老师 我会记住你说的 这太有用了 很好 你可以回座位上了 谢谢你 苏菲老师 阿泽 你看起来 很高兴呢 是 专心听课 各位同学 你们都见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们了解历史 历史不但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的错误 更让我们明白每一个重要的过程 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之后 我们才有能力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同学们 为了让我们彼此更加了解 我建议这个周末到科学馆去参观学习 大家认为怎么样 太好了 周末见 现在下课 谢谢老师 校外学习 这倒是第一次 太好了 我等不及了 阿泽 你真的很喜欢苏菲老师 那当然 他是我见过最酷的老师 的确是 同学们 大家走在一起 别离队了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乔尼 首先 欢迎大家 来到机器人科学馆 你一定就是苏菲老师了 你好 乔尼先生 今天这里怎么没有其他参观者呢 哦 是的 我们其实正在维修科学馆 不过既然是苏菲老师的请求 当然 还有这一群可爱的孩子 我特地为大家申请到了许可证 你真是个好人 乔尼先生 同学们 我们应该感谢乔尼先生的帮助呢 谢谢乔尼先生 哎呀呀 你们太客气了 同学们 我们进去吧 这个科学馆只有我们 还好我带了维特 正好可以让他看看机器人的历史 我也是 苏菲老师 有一样东西 我想同学们或许会有兴趣 请大家跟我来 同学们 铁人怪 哇 同学们 你们面前的这一个是第一代工业化机器人 主要用于建筑行业 人们把它叫做铁人怪 因为它的双臂有一百匹马力 可以举起任何物件 而它身上厚达十寸的铁甲 也令它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的机器人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铁人怪慢慢被淘汰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太笨重 维修成本太贵所致 但在机器人的发展史上 我们绝不能忘记铁人怪 因为它对这个城市的贡献实在太大了 同学们 你们想不想看看会动的铁人怪 想不想啊 想 等等 乔尼先生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吧 我是科学馆的馆长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了如指掌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会动的铁人怪呢 它看起来好可怕 好吧铁人怪 展示一下你的力量吧 我们就来试试 这个 铁人怪真的很强耶 加油哦 你可以多到的 铁人怪成功了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在这种时候故障 乔尼先生 你需要帮忙吗 我对铁人怪挺熟悉的 很可能是电路出了问题 交给我吧 苏菲老师 不过是出了一点小问题 战斗模式 怎么没见过这种设定 启动战斗程序 这可是工业机器人 怎么 到底该怎么转换设定 难道这是 同学们 要小心啊 你没事吧 还 还好 快把孩子们 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那你呢 我得去阻止铁人怪 你 你怎么阻止 快走吧 好的 同学们 跟我来 苏菲老师 快走 快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等等 另外两人呢 你们有见到他们两个人吗 怎么会这样 或许他们已经安全离开了 维特 我们得拯救苏菲老师 明白 万一被他发现刚假人怎么办 来不及多想了 救人要紧 阿泽说得对 我们应该先救出苏菲老师 启动战斗模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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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这不重要 请抓紧时间离开这里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快离开 我们必须看着他们的战斗 苏菲老师 难道这两个机器人 是你们两个在遥控 他们不是被遥控的 我们待会儿再向您解释 大家都没事吧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小心 啊 装甲系统 传送 装甲系统 锁定 太好了 竟然没倒下 我们需要集中火力 阿泽 我现在需要更强的装甲配件 明白了 维特 刚驾风神 是这个了 钢甲系统 传送 钢甲系统 锁定 我们得掩护维特 赛维斯 照顾我来 维特 我快撑不住了 蓄力完成 大家退开 萨维斯 就是现在 钢甲风神 出击 太好了 我们做到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传说中的外星机器人 钢甲人真的存在 苏菲老师 你是怎么知道有关我们的事的 呃 不瞒你们说 我曾经是默克集团的科学家 你曾经在默克集团工作 是的 我是集团里的首席科学家 创造过无数机器人 也包括这铁人怪 铁人怪 哇 不管怎样 默克集团并不是一个好地方 所以 我离开了 为什么 默克博士其实一直想利用机器人占领这个世界 铁人怪正是其中一个例子 很多人都不知道铁人怪拥有战斗程序 默克博士的计划就是在时机来临的时候全面发动攻击 真是个疯狂的博士 这一切都是从铁人怪的系统里出现令人不解的战斗程序开始 我也是在发现这一点之后决定离开的 后来呢 成了老实后 我暗中不断收集资料与证据 希望有一天能够让默克博士绳之以法 后来就遇上你们了 对不起 苏菲老师 请允许我们打岔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们有关默克集团的外星科技 这个 很多人都谣传默克集团早已掌握外星科技 所以才有能力生产大量高智慧的机器人 请问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外星科技到底在哪里 我恐怕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默克博士他在这一方面守口如瓶 只有他的几个亲信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或许这个外星科技根本就不在默克总部 维特 这件事比想象中还要棘手 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一名钢甲人已经落到默克博士的手里 他从钢甲人身上盗取了不少科技 未来将创造出毁灭地球的武器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默克博士 要不你们来我的住处 我或许可以为你们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苏菲老师的建议非常好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 走吧 苏菲老师 谢天谢地你们都没事 那 那都结束了吗 结束了 不过接下来要拜托你了 一塌糊涂 喂 听好了 我们的科学馆将会关闭两个星期 欢迎光临 这就是你家吗 不好意思 有点乱 你们稍等一下 让我找找看资料在哪 就是这个 你们看 这是默克集团生产的所有机器人资料 或许可以帮助你们找到那个钢架人 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苏菲老师 这些资料太重要了 很高兴能帮上忙 我也不想 这个世界被毁灭 苏菲老师 你的家看起来太棒了 就做我们的秘密基地好吗 秘密基地 真的可以吗 这个建议实在太好了 以后这里就是大家的秘密基地 太好了 我天天都可以来吗 我还想请教更多机器人的知识呢 我求之不得呢 嘿 别忘了我 难道这就是神州诞生的开端 还言之过早 萨维斯 但只要我们能够继续保护他们 这个未来或许会有所改变 而我们的出现 早已注定要改变这个世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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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